在樓下碰到了小李同志 干啥呢 爸说我刚拿我的包米 又呼这么多 这楼上还有呢 车里还有呢 花儿姐拿回去一会儿 有地儿搁吗 我也拿着同胞闻 你把这个再给花儿姐家 拿吧 这也是咱们最后的包米了 没有了 你再想呼都没有了 这太多了 这咋吃啊 花儿姐家人吗 不知道啊 我打个电话我问 你带电话了 带了 给花儿姐大个电话 咱们不用带了一块儿送去 喂花儿姐 在家呢吗 在家呢 行给你送包米去 老多了 是吗 不老的 给你放车库放哪儿 放车库 放车库行 是说我这把车开进去 凉了吗 没凉 刚熟的 刚熟的 嗯 那行 放车库吧 我穿在头下接你 嗯 好嘞 嗯 现在六点半 我们这天就都黑了 这些也是吗 这里都是啥呀 豆角 辣椒 啊 辣椒和材料 今天晚上是我的手艺 啥也你手艺 在家做菜了 我还以为妈上到二男家玩去了呢 今天我们全体没回家 小李同志先回来的 你还吃包米多少 在家给我们做的晚饭 啥菜 就一个菜 吃包米吧 明太鱼 明太鱼三 这是啥 尖椒草 鸡蛋 对 我以为今天就我自己吃饭了 我去随便找两口 找那天你怎么都没吃饭 不是你 我是不吃了 阿姆也不吃了 那我姐家吃的 还不吃 还是我自己做的 不是你认为你自己 这确实是你自己 关键是你今天回来的时候 一进屋 谁都没改家 你惊讶吗 我以为妈去那个二男家 去玩去了呢 嗯 我没想到的 我爸给我来电话了 下来求包米 他说这咋个事啊 我说他说这那个 你想让你妈这么忙的话 你就不用下来了 妈你什么时候上去了 你让奶奶和你爸来去 你们一起在那里 护包米了 啊 啊 老壮观了吧 我爸说包米 这个杆子全都放倒了 啥都没有了 对 现在是满屋的飘香 全的小玉米 你看看这 你还有一半 这些凉一凉 一会儿我们放冰箱冻上 冬天就可以吃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小李同志一个特点 吃啊 不管啥菜吃的都可香的 不挑 没有不爱吃的东西吗 豆角 豆角你不爱吃 不爱吃 你妈妈来你尝尝 给爸爸的面子 有点稍微有点辣 这还是稍微 我爸 终于可以休息了 这小菜园还满足不了 他他还想整更大的呢 为什么 特别整大呀 你也类似 这挺好 就是点辣 吃驴子吧 这驴子挺好吃的 越烧的越好吃 是吗 就来这棒吧 哎呀 原先方面都没有啊 我记得那个水败子炒 炒子都吃了 啥玩 炒子 水败子炒子 水败子啥呀 就 水天津的 炒子 是炒子话吗 怎么叫 不是 那我没听过 哎呀 那时候就那个 推完了 烹饭吃也挺好吃的 现在还有吗 还没有 最先你都会用 现在得吃了 炒的好吃吧 嗯 吃吧